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fx 是一個十係數多項式 abc 都是十數 而且 b 跟 c 是一號 alpha beta 是 令它等於這個二次方程式的兩個根 而且 alpha 是大根 beta 是小根 那麼他們以下合者正確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呢 Ax 平方 加上 bx 加 c 等於 0 就 fx 等於 0 它的兩根是 alpha 跟 beta 我們知道那個根與係數的關係 alpha 加 beta 等於多少呢 a 分之負 b alpha 乘以 beta 是等於 a 分之 c 好 那也就是說 因為現在這兩個是一號 就是說 這兩個的話 這兩個是一號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加個負號的話 變成這兩個就同號 就是現在的話 a 加 b 號 與 alpha 和 beta 的話 這兩個是同號 同號 就是 alpha 加 beta 和什麼呢 與 alpha 和 beta 同號 就是有這個特性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b 乘 c 的話 是 0 那 b 乘 c 小的 0 那我把它兩個相乘以後 變成呢 a 平方 分之負的 bc 那 b 乘 c 小的 0 的話 a 小的 0 b 小的 0 可能同時乘以這個對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沒有限制 我覺得這兩個同時是負的 這個有可能 這有可能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什麼 alpha 和 beta 如果小0 那alpha 加 beta 也會小0 這個對 因為這兩個同號 再來我們看看的話 這裡的話 我們看看這個 alpha 和 beta 有沒有可能同時成立 alpha 小0 和 beta 小0 alpha 小0 和 beta 小0 有可能 這個有可能 所以1有可能 2的話也有可能 2的話就是對的 因為這兩個是同號 好看喔 不可能 alpha 和 beta 的話 有沒有可能 同號 那同號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如果大0的話 這個也要大0 那這樣不可能 就是說 它同號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alpha 和 beta 這個如果小0的話 它必須大0 如果alpha 和 beta 呢 都是小0的話 那這個是大0 那alpha 加 beta 它小0 那這個兩個就一號 所以呢 1的話呢 是不對的 1不可能 1不可能 那2的話呢 1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 alpha 成0 beta 跟 alpha在 beta 它是同號 所以2是對的 讓我們看看 第三個 第三個選項的話 如果alpha的絕對值 比 beta 絕對值大的話 那麼呢 這個加這個一定比它大 嗯 是不是一定比它大呢 有可能 這個會一號 萬一這個一號 譬如說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什麼時候 這什麼時候會成立呢 這一號的時候會成立 那一號會成立的話 有可能呢 這個會有同號 這個有沒有可能 同號 如果這個同號的話 如果兩個都是正的話 這兩個都是正的 這樣就是同號 所以呢 有可能這兩個是同號的 就是如果呢 alpha beta兩個都是大0的話 那這個就不成立了 所以 三這個是錯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alpha絕對值 小於beta的話 那有兩種情況 因為 alpha是 alpha是大根 beta是 那個 就小根嘛 有可能 alpha alpha 大於 然後的話 他beta小於 但是絕對值比較大 beta小於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呢 alpha alpha beta 他就小於0 alpha alpha beta小於0的話 alpha alpha beta的話 也是小於0 那這個時候成立 另外一種情況的話 什麼呢 是那個 alpha 其他情況 就沒有其他情況了 就是說 如果beta絕對值 要比他大的話 那麼呢 beta一定是負的 alpha一定是正的 為什麼呢 還有一種情況是 兩個都是負的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 alpha是負2 那beta的話 是負3 那beta比alpha呢 小 負3比負2小 就是這種情況 就是說 兩個同號 兩個都是負的 兩個都是負的話 這個時候等號成立 所以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的話呢 4的話 也是不對的 那這讓我們看看呢 第五個 第五個的話 他說 alpha如果不等於beta的話 這兩個呢 如果不相等的話 這個就會呢 不相等的話 並不代表呢 不同號 這個的話就是說 同號的話相等了 一號的話呢 他就比較大 不相等的話呢 並不代表一號 他有可能同號 有可能兩個都是正的 如果兩個都是正的話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五的話也是不對的 所以這題 答案只有二的 這題答案的話只有二的 我們有多次的 你有多次的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